大家好,今天我在这个北京的人体核实验场来给大家呢做一个视频 大家看到这个吗,我这个人民深渊控诉状 这是我呢给中央16位政治局常委写的控诉状 现在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始终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并且也没有公布我的财产,而且没有访还我的贤裁 我的母亲呢又身患癌症,急需要调整修养和治疗 在共产党呢,他这伙犯罪分子呢,还在按照他原有的基础计划 绑架结识我的父亲,把我父亲治残治死,然后冒领我的钱财 把我母亲害死,然后找人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把我治残治死 他的犯罪目的一直没有达到,所以他一直还在按照原定计划 再持续行凶到今天 那么今天我和犯罪分子已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长达十年的斗争,在他们公开行凶以后 那么现在的我呢,就把我给中央领导的这个上诉状 彻底的给大家公开念一遍,请大家听一听 人民张阳,申冤控诉状 尊敬的中央领导,您好 我叫张阳,我的身份证号码是11010519721123833X 我的父亲叫张荣芳,身份证号码是110105193807158316 我的母亲叫崔里真,身份证号码是110105194407198321 我和我母亲现在居住在北京市长江区德盛文脉北沙滩中国农业机械运院 我失业已经将近十年 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等 我的父亲是原国内贸易部乘到设备管理局财务处副处长 1996年已经退休 是国家第一批高级注册会计师 并且在评审当年名单被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所在单位领导解除了高级注册会计师的职称 并且不给发放高级注册会计师的职称待遇 我的母亲为原北汽车摩托车制造厂技术科苗族员 1993年退休 每月退休金退休金3000元 我现在和我的母亲就是依靠我母亲的3000多元的退休金的生活 我的姐姐姐夫以及两个外上已经移民加拿大 现在是加拿大的普通公民 我向中央领导反映的问题是 我和我的家人遭受了叛党叛国 现行反革命反人类罪犯的残酷迫害和谋杀 我和我的家族为这个国家为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我们要求中共和政府返还财产并且赔偿我们 我们要求自由安全的移民加拿大 与家人团聚自由安全幸福的生活 并且要求党和政府严惩迫害谋杀 活摘贩卖我和我家人人体器官的杀人犯 反人类罪犯彻底公布历史真相 我的问题由来已久 我准备从底下几个方面向中央领导反映我的问题 第一遭受迫害发现问题 第二履顺思路回忆经历 第三搜集资料分析问题 第四依据政策解决问题 首先谈第一点遭受迫害发现问题 一2008年至2011年 三次大规模群众性持续残酷迫害 第一小点 我的婚姻问题始终是我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早在1996年 我大学毕业24岁时 从我父亲拒绝给我介绍对象 只让我关注工作 不要谈恋爱结婚的时候起 我就已经从我身体父亲身上的反常行为发现了问题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父亲的正常的行为 这里面有问题 随后21年中 我一直找不到 结婚的对象 并且蛮确的感觉到 我所处的环境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 是一个被构陷被迫害的环境 并不是我有什么问题 而是有一股隐形的力量 使我的婚姻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我曾经与多人谈到了我的感受 但这些人无可奈何 敢怒而不敢言 有些人正在不断的利用我的男女关系 大作文章 栽档陷害 以至于社会上都出现了飞往美国的凤姐 都出现了哥只是一个传说的谎言 直到最后我发现原来这是拿活人做人体实验 活摘人体机关贩卖 谋杂害命的反人类罪行 第二点小点 2007年早被我怀疑并且当面斥责和严重警告 我早就防着你放老实点的父亲 突如其来突然关心起我的婚姻问题了 不断的到中山公园 预言谈公园给我介绍对象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一个叫孙姨的女孩 我了解到孙姨家住月潭北街 锦邻天意小商品市场 父亲是北京公交电车修理厂的副厂长 母亲退休 奶奶住在养老院 几年前孙姨的父亲在北京人民医院突然因疾病发作去世 孙姨的姑父家住在旺京 得了肾癌 刚动了手术 切除了一个孙大 孙姨是单亲家庭 依据多年的被迫害的经历 我已经很清楚孙姨的真实情况 也是一个苦孩子 所以我同意了交往 就如同我过去的行为一样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我还了解到曾经有一个有背景的男人 玩弄了孙姨 我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男人就是谋害孙姨家的凶手之一 在与孙姨交往的一年中 我一直找不到工作 我很清楚这是孙姨造成的影响 当我下定决心 要彻底解决与背后犯罪分子的关系 在2008年底 我在心脏早博的情况下 来到了神州数码想购网 想购网就是想构造自己人际关系网 上班担任技术总监职务 原因很简单 我跟孙姨说过 我缺少的是发展的人际关系网络 孙姨让我写了一些有关个人思想的文章 被我拒绝了 我清楚的知道这是背后凶手的目的所在 这是一伙杀人犯 神州数码的入职拖延和见面招待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态度 当时这个领导还说路走的还是对的嘛 使我很清楚 这不过又这不过就是又一次的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 但我绝对没有想到 这次竟然对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无线电技术脑控活摘人脑的人体实验 这是明目张胆的反人的罪行 我很清楚 这次残酷政治迫害的目的主要是1月4点 第一网站上刊登的习近平主席在当时会见美国人士的讲话 中国现在面临着政治选择既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同时还要恢复古老的文明的问题 第二 神州数码想个网的工作的刁难 以及部门经理的内部讲话 说有些人如果不彩礼措施 那将是千古罪连 第三 习近平主席关于有些事情需要回想整理分析事情原因的指示 第四 国家正在搞顶层设计的政治运动 关于以及关于2012年世界末日和大量预言的流传 整个社会已经是山雨一来山雨一来丰满楼 所以我在想个网像奴隶一样 被我的同事谩骂侮辱虐待 有些同事甚至公开指桑骂怀的说我是流氓 而孙怡同样被人构陷迫害 但凭借了多年被犯罪分子迫害的经验 我明确的表态 我就是农民 我就是王宝祥 在最后被辞退的晚宴上 我与所谓的同事罪犯不欢而散 第一点就在亚印村大屯路的马可波罗大酒店 当晚我和孙怡是被安排好的出租车带到那里的 随后孙怡不得不与我分手 彻底的暴露了罪犯的真实意图 温水煮青蛙 而我的母亲也在2008年 本来很健康的人突然得了肾癌 在协和医院切除了一个肾脏 另一个肾脏衰竭 现在正在透析治疗 协和医院的大夫叫萧和 大夫是个好人 挽救了我母亲的生命 我亲眼验证了 取出我体外的我母亲的肾脏的癌症病葬 当时我就清楚 这叫什么呀 萧和月下追寒气 凶手终于追上门了 开始要行凶了 第三第三小点 2006年 我到位于石井山区 复兴路加德公寓的 天下应国际广告公司 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工作 连续没有休息的在那里 度过了三个月的适用期 作为网站运营总监 兼技术总监 网站总设计师 主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总网的设计和开发工作 在那里还是女人的问题 不仅那里有一个同事叫万丹科 当时我就明白 这个凶手又来了 就是金科紫金王 还有一个有夫之妇叫董经 这个女人是天津大学美术系毕业的 在公司做美术设计 丈夫是开台球厅的 这个公司内部男女关系混乱 办公室恋情乱搞男女关系普遍 万丹科本身就是一个家中悬挂 毛泽东文革画像的北京匹子 同时这个公司内部 被脑控无线电网络彼此监视 其中一个有个叫张包友的同事 对董经响入非非 被脑控监控当场发现 遭到同事谩骂 下不来谈 在公司内部的知识竞赛中 出现了唐代诗人张九龄的 海上声明月天涯共死时 对这些我是一清二楚的 随后万丹科带领我和一些同事 到怀柔苹鼻鼓游玩 我坐在中国坐在汽车的中国特色售女总网牌子的后面游街 在公园中故意出我的洋相给我拍照 董经的家人姐妹和带领的男流氓 在一旁像参观动物一样参观 我都一清二楚 我怎么能和一个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呢 我怎么能和一个与流氓为伍的女流氓交往呢 为此我还遭到了流氓的威胁 甚至女流氓带着外国人追到北查德新疆饭店里面 当着和我吃饭的同事李刚的面 栽档我有精神病脑子有毛病 我头脑很清楚 我注意到了当时网站的主要新闻 主要是宣传了四点 第一 胡宗南娶了被带领玩过的女人 这是正常现象 第二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红太阳的历史问题 第三 电视里面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领导的小型晚会 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领导 这一很少见的称谓 似有所指 第四 事后呢 这场运动事后 欧盟宣称这是一个好日子 凶手一伙不甘心 开始公开的对我进行惨人道的脑空迫害 直接追到我的家里来 直接入侵我的大脑 输入淫秽词语和画面 并且构造了我与江泽民 胡锦涛周永康等人的握手画面 在画面中 周永康当时还说了一句话 你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同时还构造了胡锦涛如流氓一般的画面 画面中的胡锦涛说 这个女人我睡过又怎样 你再不老是看我怎么收拾你 当时我还不了解脑控无线电技术 在我2012年开始接触和研究这方面的技术后 我相信这个画面都是脑控组织伪造的画面 是脑控组织骗人的鬼把戏 是活摘人脑机关发面的犯罪团伙的惯用技术手段 此时人脑就相当于一台生物计算机 一台多媒体终端 这些画面都是伪造的 奇怪的是 我父亲与犯罪分子勾结 这次却遭到了犯罪分子的毒害 在那天夏天 他自己买了个西瓜 吃了以后 很快就得了糖尿病 很明显是和我母亲一样 被凶手投毒谋害了 第四小点 2010年 我应聘到汉王科技发展有些公司工作 所在部门是电子书事业部 当年习近平主席出访瑞典 赠送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本汉王电子书 我在汉王科技担任电子书事业部网站运营总监 汉王科技的总裁是刘英健 汉王科技电子书事业部 与新华社有叶博朗来 汉王科技的电子书硬件 主要是日本台湾美国的产品 我在这方面 我在这里一方面要搞自己的专业 一方面同样在遭受迫害 依然是男女关系 这回是名叫魏天元的一个小摇滚歌手 一个水平很差的美术美术师 正所谓老北京的天元酱菜 我下定决心要最后和解决 我与反人分子纠缠不休的问题了 根据与魏天元的接触 这个女孩一方面有卖淫的可能 后来我父亲也说这个女孩是个妓女 另一方面在八维计算机学校内的血案 也与这个魏天元有关 我心知肚明 因为我拒绝向妓女和流氓低头 我这次再次在单位遭到了惨不忍道的虐待 骂骂和侮辱 以至于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其人事经理跟我说 老张你别在意了 现在的社会就这样 这家公司牵涉的政治问题很显然就是君主立宪的王权问题 随后在我离开汉王科技之后 央视新闻里面就曝光了一起盗窃案 一个河北瘦小的农民非贼潜入故宫 盗窃由香港转运北京故宫 进行展脸的皇家真品的盗窃案 尽管我对具体的犯罪情况不甚了了 但我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不言自明 第五点2011年我到位于北京市东志门海运舱的中国中医药协会求职 协会会长是远海的医院院长 并且我担任了技术部经理 期间遇到了马绍芳 马绍芳是六四事件的学生领袖 国际上挂号的重点政治问题联务 是当时这家公司的执行总经理 期间还遇见了原国家机要局的高总 高总在丰台总部基地拥有自己的有关国家人士管理和二维码管理的软硬件技术公司 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 我逐步的了解到了我事情的真相 一 我第一次了解到世界进行了一次虚拟二代 也就是以前国际社会提到的星球大战 二我也得知中央对我的态度是希望与我进行交易和平的解决这件事 第三我终于知道自己是被贩卖的对象 是被活摆的对象 是被谋财害命的对象 是被别人当牲口 当罗马尼亚活摘人脑期间贩卖的生物计算机 是给别人拉车的工具 是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的奴隶 是被中共镇压迫害的对象 是中共斗地主的工具 地主 尽管21年前 我就知道中共内部有人对我没安好心 持续对我进行政治迫害和政治诈骗 例如2005年左右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就曾经在我生日11月23日当晚 播出了有关政治话题的国产电影 内幕那个电影的那个具体内容呢 是有关窜权夺位的 当时我就很清楚其政治目的 又比如2008年北京电视台曾两次播出美国第七卷轴这部影片 我也心知肚明 但我并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同时我也确实感到十分惊讶 但我没有任何反党叛国的行为 我也不参与政治 我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认为我个人的事情其实与政治无关 政治只是一个迫害我的借口而已 我坚信自己的判断 所以我问心无愧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我的事情就是如同陈永贵一样的农业学大寨的斗地主 是政治上批斗迫害的一号对象 政治上的灾当陷害和采物人道的批斗 软禁 种族隔离 直至活摘人体器官贩卖 甚至是投毒暗杀 通过以高总和马上方的接触 事情的真相一步步的揭示出来 这件事情就是灾当陷害 人口贩卖 活摘人脑器官贩卖 活摘人体器官贩卖 谋灾害命 我和我的父母被中共内的有些人绑架结识了 时至今日 这些反人的犯罪分子还在使用脑控远程神经控制武器 对我和我的家人 实施监控迫害 还在妄图栽档陷害我 还在妄图散布弥天大谎 还想掩盖反人的罪行 还想谋财害命 还想持续行凶 妄图再次把我推入深渊 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他们现在已经顽固然不顾党体国法 不顾毛泽东主席 将近邓小平的诗词政策指示和国际声明了 完全不顾脸面的不讲国际信议 国家信议 已经是彻得彻尾的陷阱反革命分子 叛党叛国 一级谋杀罪犯 反人类的法医思分子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掩盖刑凶犯犯罪的反人的罪行 绑架劫势人质 逃脱党籍国法的制裁 逃脱国际社会的制裁 逃脱历史的审判 人民的审判 拘捕认罪符法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第六 凶手使用无线电设备 通过微波脑控网络技术 于2012年追上来 追上门来行凶害人 企图把我制残制死 谋杀害命 并且多次反复对我和我身体虚弱的母亲行凶 企图通过电子技术手段 行凶杀人 继续活摘贩卖人脑器官 杀人灭口 掩盖罪行 谋杀害命 我的父亲在2012年 突然接到农居院王川军的会计审计业务 在我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从不帮助我的父亲突然给了我7000元人民币 让我买社保 我转存了广东发展银行 因为我一眼就看穿 这是凶手一伙企图行凶杀人的诡计 于是有人直接追到广东发展营业厅 发展银行营业厅 谋骂 2002年 我父亲与北京市朝阳区九千桥的一个女人乱稿 随后又与北京市得胜门外南沙滩的一个女流氓勾结 在家中乱稿 被我当场抓住 我很清楚这是罪犯一伙有意安排的 故意谋害我父亲的 根据北沙滩农居院一些不正经的老干部 先后与这个南沙滩女流氓接触后的不正常反应 已经可以验证这一推断 但犯罪分子手眼通天 国内贸易部老干部局的张荣芳 就是我父亲的党小组组长于鬼之 在明知这是有问题的情况下 压制我母亲向党组织反应张荣芳的问题 阻止老干部局党委找张荣芳谈话 解决问题 掩盖事实真相 在随后犯罪分子持续脑空迫害的过程中 通过他们多次威胁杀害我的母亲行为来看 很明显 这伙人就是2002年谋害我们家庭的那伙人 应该就是这伙人持续惊凶 栽赃陷害我和我的家人几十年 他们就是活摘人体机关贩卖了杀人罪败 第二大点 2012年持续至今的栽赃陷害 妄途宝宝至残至死的谋杀害命 惨不人道的脑控无线电微波技术迫害 这里的第一小点 一人体贩卖和活摘人脑器官 作为生物计算机使用迫害的真相 小约翰福布斯大使夫妇 在20122015年5月24日因车祸去世 根据他们经历拍摄的电影美丽心灵 介绍了这位数学家不平凡的一生 那时所提出的博弈论 如今已经应用到人类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 那时本人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一年彗星撞击木星21块碎片 那时提出的博弈论正好契合了习近平主席 多次提出的有关这个世界联合博弈的问题 联合博弈的问题直接对应的就是经济学的求徒理论 而求徒理论直接就应用了博弈理论 依据古希腊柏拉图的著作 理想国的社会文明理念 把一个人体当作实验小白鼠 当作一匹拉车的马 依据求徒理论应用博弈论 以男女关系为指线 制造马太效应和蝴蝶效应 从而通过一只人体实验小白鼠的自然博弈 竞争选择构造整个星球的经济 政治军事科学体育娱乐 道德伦理等全方位的人类社会的自然体系 以形成一个完美发达的人类社会 这就是星球大战的真实意图 这就是一维码的真实含义 一匹马拉车还不够 要是有两匹马拉车就更好了 这就是二维码的真实含义 当然现在的二维码不再需要人工了 完全可以依据数字体系和管理规则 进行人类社会的统一管理和建设了 我现在很清楚 我就是那个最初的一维码 那个人体实验小白鼠 那匹给全世界拉车的牲口 那匹马 我就是那个2012年 中国政府不愿名说 为此通过组织全国打击拐卖父女儿童的专项活动 中央电视台从侧面报道和揭示了犯罪真相的事实 这是国家和社会的原罪 这件事情引起了整个河北省全省人民群众放鞭炮保护孩子的强烈反应 而我今年已经42岁了 我从一出生就被拐卖 就被活摘人脑器官作为生物计算机使用 作为全世界拉车的马 所有这些就是我事情的真相 所谓活摘人脑器官作为生物计算机贩卖 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技术作为基础的 第一 陈永贵的农业学大寨斗地主的建设经验 就是梳理一个被批斗的对象 转移群众视线 对被批斗者进行种族隔离 栽赃以莫须有的罪名 进行草无人道的造谣 栽赃陷试毁 批斗虐待 甚至投毒杀害受害人 或者受害人的亲人 这就是所谓的帽子公司 所谓的钢铁公司的真面目 第二 进行有组织的犯队 通过组织地痞流氓 反革命反人分子 甚至杀人犯 依靠特权的掩护和恐吓 对受害人进行绑架 劫持活摘 最终作为生物计算机 思想武器 生产工具 甚至奴隶进行贩卖 通过伪造受害人的履历 证件资料 合同等法律文件 采集受害人大脑心理血液 体液指纹DNA等生物数据 进行保险投资 股票债券 基金 房地产金融等投资诈骗 进行商业投机 商业投资交易买卖 进行涉及社会各个行列的 事关经济 政治 体育 人文 甚至军事的竞赛 投资 消费和赌博 可以说 在囚徒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指导下 将人脑器官活摘 作为生物计算机 作为思想武器 作为现代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奴隶的人口贩卖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 政治 军事 科技 人文等全方位的人类社会 现代文明 以及全方位的利益和价值 第三小点 一直以来 这件事情被作为国家机密 但事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主要问题就在于 这是活摘人体机关贩卖 贩卖 虐待甚至杀害妇女儿童和当事人 知情者 这在当今的人类国际社会 是被明令禁止了反人类犯罪行为 简单的打个比方说 就是卖豆腐脑 种猕猴桃 就是谋财害命的谋杀案 第二小点 脑控无线电微波技术的原理和害人真相 我最早发现脑控秘密应该是在1986年 在随后的30年中 我基本上能够知道有这种东西的存在 但我并不在意 引起我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 还是由于我从2008年 遭受了公开的 采捕人道的活摘人脑机关的破坏和人体实验 由此我开始整理相关资料 随即我发现在中国互联网上 存在有大量的受害人 顺着把历史的脉络去研究 还发现了惊人的资料 甚至包括毛泽东的家属 毛岸青 黎敏 李娜 在内的人也都是脑控技术的受害者 民主人士张都孙的孙子 在秦城监狱 上海在文革后期审查的一些政治犯 同样也是受害人 甚至新凤侠写回忆录 也借助了无辜光的脑控技术控制 也就是说脑控技术早已经在国内被广泛使用了 中国脑控技术的权威叫陈一章 参与世界脑科学研究计划的负责人叫唐医元 中国的脑外科专家是天堂医院的王忠诚院士 他在2012年去世 他的学生就曾经和我的大爷和我的大爷住在一个四合院里 他们一同住在前面的石头活动 然后在随后的调查中我发现了以下情况 一 201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竖琴计划的书 揭示了1994年6月美国设立的HAARP项目 书中介绍了自二战纳粹兴起到美苏冷战1950年至1970年代成熟的 建立在无线电技术基础之上的远程神经控制武器技术 这一真实情况在此时公开具有特殊意义 第二在国内外的各大视频网站各大网络及时通讯工具 微博博客Facebook上等充斥了大量的受害群体 在国际上有些外国受害者已经不定期的在纽约等地组织研讨会揭露真相 第三国际上网络上的侦测预防干扰脑控远程神经控制武器 攻击的电子设备产品已经层出不穷 第四英联邦主要国家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对使用远程神经控制武器 伤人害人的犯罪行为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赔偿政策 加拿大政府在70年代就已经就此做出了法庭判例和赔偿 美国政府和法庭在70年代也曾经对因远程神经控制武器研究 而被作为人体实验品的特工人员做出了天文数字赔偿的法庭判例 第五中央电视台报道了美国一名海军承包商 因为遭受到远程神经控制武器的袭击 错杀了好人滥杀乌乌的刑事案件 中央电视台报道了美军在伊拉克战场成功使用远程神经控制武器 制服恐尊分子的报道 美国大片Lucy全景展示了远程神经控制武器的使用效果 美国大片超线骸客全景展示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 第六小点 国内知名的远程神经控制武器骇人事件 第一 现在已经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名字叫里达的中国人 受到来自伤害国安局彭贝林陆一方的长期的远程神经控制武器破案 二 湖北张家界郭鲁权受害人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脑控文权人士 三 北京期货商人齐白石亲戚齐发 因泄露家庭有齐白石化作 遭到脑控跟踪迫害和入室警截 并且打击干扰及期货生意 四 江苏受害人周骏 遭受四成国家安全人员 无原因的恐怖威胁迫害 甚至是追踪迫害及到西大 并且当地公安警察无原则的坦克凶手 公安干警竟然胡说八道 这是什么国家机密 五 安徽退补金人王燕全家遭到脑控迫害 甚至被投毒谋杀 为此身患多种疾病不断上网 七 只要出资五万元上海国家安全部门 就会协助犯罪分子使用远程神经控制武器 谋杀害 谋害相关人员 这样的事情已经广外流传 第八点 2012年10月22日 北京166中学张文燕 中学教师张文燕 在小区内使用远程神经控制武器设备 害人扰民 被群众和当地公安抓捕 至今百度还可以搜到相关新闻报道 第九点 民生银行在2015年改组过程中 利用脑控虚拟社区技术 拿资深员工做生物计算机 进行人体实验 从事犯罪勾当的现象 已经在腾讯QQ上彻底公开 第十点 活摘人脑器官贩卖 作为生物计算机 谋财害命 倒卖人体机关 投毒行凶杀人 政法委 依据告密者的栽赃陷害 非法组织国家安全部门 公检法 特务人员 以及社会流氓娼妓 残酷迫害受害人的真实犯罪情况 已经被揭露 相关犯罪流程组织利益链条的视语图 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第十一点 精神科医生 辐射科医生 深知迫害人民群众的内情 直接在网络上 以不公开的方式 指出了这是一种使用无线电技术 栽赃受害人 有妄想症 精神病 残酷迫害受害人的犯罪行为 百度关于妄想症的百科词条 是东城区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医生所编写的 明显人一眼就可以看出 所编写内容 直指无线电技术犯罪 这哪里介绍妄想症 不如说是检举揭发脑控远程神经控制武器犯罪的肮脏行为 第七小脸 据网上资料统计 国内受害人不下十万到二十万 甚至更多 然后我谈一下脑控远程神经控制武器的原理很简单 第一通过微波无线网络连接人脑器官 利用微波发射装置传输和模拟大脑思维信号的电子脉中信号 将人脑器官作为生物计算机 构成单个生物计算机运行网络 或者并行的生物计算机运行网络 第二点 使用微波设备向人脑传入多媒体信号 甚至使用智能聊天机器 如同一般群众使用的网络聊天工具 或者更低级别的信息台 进行酷刑迫害 虐待骚扰 在高级阶段 还利用智能计算机设备 勾到虚拟设计和信心 传输虚假的多媒体信息信号 造人脑 将人脑作为如同一般计算机软件系统的虚拟机一样的生物计算机 进行分析运算 迫害 折磨 使用 贩卖 而惨不人脑 第三 所谓人脑生物计算机运算 就是使用微波设备 向人脑注入单个意识 或者逻辑相关意识群 或者逻辑不相关意识群 将人脑作为生物计算机进行运算 得到器官发败者所要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 以便进行泛办 第四点 在使用微波设备向人体发射有害频率的电磁波 形成有害于受害人的身体器官健康和精神心理健康的磁场共振 杀伤受害人的神经系统 损害受害人心理生理健康 使受害人发生气质性病变 使受害人治病致死治疾 第五点 人体包括人脑产生的是生物光波 而无线电波 而无线电波是模拟人脑脉冲信号的微波 是电磁波 光波是由光子组成 光子是由正电子和负电子组成 属于波色子 地球上没有正电子 光波频率更高 传输距离更远 微波是电磁波 电磁波是由负电磁组成 属于费米子 是阴性物质 强辐射对人体有较大伤害 其频率比生物光波要低得多 传输距离也不如光波 光波和电磁波都可以作为武器杀伤人体 正如地球 因太阳而存在一样 人类本身就是太阳能的产物 人类社会的自然神经网络系统 本身就是建立在生物光波基础之上的脑工系统 换句话说 脑工自古就有 这种历史资料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中随处可以找到 人类社会的脑空系统应该是受地球自然系统主宰的生物系统 人类发明的基于电磁波的人工脑空系统 其物理性质属于阴性是武器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是人类对自然系统的人工干预 由此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效应 甚至比核武器更可怕 基于人工脑空系统对人体会造成巨大伤害的事实 使用脑空设备监视人脑 控制人脑 甚至对人体实施脑控酷刑 直至杀害受害人 这都是犯罪行为 第三小点 脑控无线电微波技术 活摘人脑 凶手妄图把我制裁至死 谋态害命 第一小点 凶手是2008年开始对我公开脑控实验的 先是在神州数码公司电子商务部 及神州数码大厦四层 对我进行了公开的脑空迫害 2009年又在复兴公路 复兴又在复兴路 夹得公寓13层 天下应国际传媒广告公司 对我进行了保护破案 妄图给我制造幻精 被我当场用基本的物理方法 破解和揭露 随后他们2016年 2010年在汉王科技公司再次行凶 凶手三次妄图把我至死至残的阴谋败露后 其庞氏谎言骗局彻底破产 为了掩盖犯的罪行 罪犯一伙 直接在2011年的夏天 追到我在北京市长江西德胜门外 北查滩中国农居院的住宅内 使用微博公开行凶 由于我早就得知农居院内有相类似的受害人 而且当时院内也出现了几个精神异常的居民 再加上多数人遭受凶手迫害 所以我知道凶手为了掩盖犯的事实真相 伪造成堂政共 继续造谣获重 欺骗党和政府领导人 欺骗广大人民群众 已经到了丧心病房的程度 我知道凶手这一伙的犯罪行为已经彻底在中央高层和社会上曝光了 其贩卖人口活摘人体人脑期间贩卖的罪行 手段特别残忍 已经尽人皆知 甚至有外地的互联网网友的深知内情 提醒我注意安全 尽快移民 这里有人害人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亮了 凶手在对我的脑控迫害中 惨不人道地挖掘了我的大脑信息 面对健康的我们 面对健康的我 他们对外公开声称 说我有病 要给我做手术 对我的人脑开炉 第二 脑控犯罪同伙的微博远程神经控制武器 行凶迫害受害人 主要基于以下技术基础 第一 认知神经科学的四大理论 物理符号理论 连接理论 模块理论 生态现实理论 这四个理论分别对应于 什么样理论呢 认知神经科学的检测器和功能助理论 寻编码理论 多功能系统理论 基于环境的脑认知功能理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计算机系统的虚拟现实技术 软件虚拟机技术和并行运算技术 第三点 微博无线网络多媒体音视频传输技术 第四点 认知神经科学的心理学 基于犯罪心理学基础之上的变态行为学 再谈了第三小点 脑控迫害凶手 迫害中的凶手 使用技术手段 向我展示的音视频内容 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精神变态虐待 刑讯逼供 酷刑虐待 谎言诈骗 伪造现场 伪造证词 性虐待等内容 手段极其残忍 可以说惨无人道 凶手是彻底的反人类杀人犯 其展示的音视频信息 经我证实后 经我事后证实 90%以上都是谎言和诈骗 下面我把凶手在对我脑控迫害过程中 所向我人脑注入的信息给大家说一下当时我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现在我给大家念一遍啊 第一 一共有大家说了一大堆 我先逐条跟大家说 第一 他说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三代领导人都已经被满门抄揽了 第二 胡锦涛 温家宝 强奸女人 女孩 温家宝 强奸女学生 第三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温家宝等中央领导 基本上都是太监 其中管刘云山 直接叫称呼到刘公共 第四 音频中出现了一个女人 具体面容看不清楚 声音在30岁以上 自称中国武则天 他说他亲手阉割了大样的中央领导和中国中共各级官员 并且中国的财政金融财权 基本都掌握在一群没文化的老年妇女手中 他这个女人和这些老年妇女组织了大量的年轻女孩 形成了卖淫团队 为各级官员和有钱人提供包养等色情服务 而且这些官员和有钱人必须表扎 下一点还说 有一个老年妇女面容不详 生育50岁以上 自称农居院地价导委书记 说我活不过42岁 第六点 说中央领导子女都是试管婴儿 第七点 北京市长江区北沙滩农居院住有着大量中央领导私生子女 第八点 江泽民因为破产 其子女已经卖身为奴 第九点 习近平的女儿是河北省清源县北邓村村长 第十一点 地下铁路已经贯穿全世界 北京顺义区的苍永村有直通贝加尔湖的地下通道 说毛群宇早了执掌 而且还经常使用 第十二点 农居院员工存在着大量特异功能者 是一个人体器官贩卖集团 彼此之间不仅利用特异功能淫乱 而且分工协作 盗窃 监精投毒 杀人 告密 栽赃陷害等等 第十三点 农居院院长家中存有大量现金 就层在冰箱里 农居院长是河北清源县北邓村人 是我的老乡 他的儿子是毛泽东 与他的私生子 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 并且指明就是我邻居王栋 后有说王栋是王立军的弟弟 前后明显矛盾 第十四点 说我是国家副主席 第十五点 说陈道明负责监理组织修建地铁五号线 第十六点 说毛新宇和中央领导子女基本上都是特与功能者 第十七点 中央领导之间相互抵押彼此子女为人质 胡锦涛已经杀害了江泽民的儿子 江泽民杀害了胡锦涛的儿子 并且中央领导存在着大量私生子 是个婴儿 是为了作为人质随时被杀害的 第十八点 中央军委早已经掌握了飞碟的制造技术 而且中国政府早已经与外星人取得联系 甚至胡锦涛早已经去过外星球 第十九点 在日本的大量居民都自愿意成为机器人 甚至一家人全是机器人 第二点 张艺谋的弟弟组建了机器人公司 大量生产人工智能机器人 就是直接把人当作机器人使用 第二十一点 北京市长阳区德舍门外北沙滩八号院 驻有达量满洲贵族 甚至北洋军发的后代 比如段祺瑞的后代 第二十二点 说我是王位继承人 说我是蒙古太子 后来还说说武汉还有一位王位继承人 正等着呢 第二十三点 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的是刘青山张子善的子女 他们住在北京市长春天一带 并且已经相互通婚 第二十四点 说王主贤是我的老婆 第二十五点 说要册封我为新的原始天尊 第二十六点 说知名的主持人杨兰和匿荣军元帅的女儿 对我进行谩骂 第二十八点 大运河要进行彻底的生物系统改造 中央领导集体要大量的在那里繁殖后代 第二十九点 中国存在一个董事会 董事长早已经是外国人了 第三十点 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产总组和资本总组 人口迁移 罪犯对罗斯查尔的家族特别感兴趣 似乎要诈骗 第三十一点是 李鹏及其儿子在北京要发动政变 进行大规模的杀戮 第三十二点 说中国的龙外组合就是一个十字架 第三十三点 就是无休止的把我推出死刑案 不断的进行空间图像分割 想制造我的精神分裂 第三十三点 说现场薄熙来等政变 邓小平家族 胡锦涛家族 习近平家族反击镇压 往后拿我人脑进行模拟运算 第三十四点 曾庆红和一些群众 虚拟为我募捐 邓小平的儿子指挥募捐 而且是一个犯罪现场 栽赃我是非法集资 说江泽民出面拯救我 第三十五点 说台海谈判 人员组合逻辑的人脑模拟运算 用我人脑子 第三十六点 说毛泽东是巫师的后代 毛泽东还活着 一会儿住在四川乐山大佛 一会儿住在北京市朝阳区 德城门外南沙滩 中科院小区旁的 丰林绿州小区 毛泽东和农居二职工 冯兰英有男女关系 毛泽东曾经当着其丈夫的面 与其发生两性关系 毛泽东曾经到我的卧室来过 毛泽东的试管 婴儿遍布世界各地 在林翠公寓 林翠路一号公寓内 就住有毛泽东的试管婴儿 而且他有可能是国家 未来的领导人 下面又说到 说我是被基因重组改造过的 利用我的基因制造了 大量的生物计算机 并且还发放到很多单位 由领导使用 又说是利用我的基因 克隆的一个婴儿 已经死亡 然后凶手说 郭文贵要和我做交易 要我做精神病人吃药 被我坚决咀嚼了 这就是他们所说胡说八道的一家队 这仅仅是他们说的一部分 第四点 我曾经在多次在住所所在地 遭到脑空组织成员 被我当场识破多人 有些人骑轻车 有些人住在我家附近 由于没有直接正面冲动 所以无法当场抓捕凶手 到当地白色组 但我留心注意了凶手的社会挑战 其主要是一些文化素质较低的社会人员 也曾有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的身影 也不乏一些高素质人员 其中不乏妓女和流氓 还有一些直接就是北京的京郊农民 我曾经记录了一个 在中国农券租房的可遇人员的汽车牌照 汽车是上海大众斯科大小车 车牌号是金恩M8S11 第五点 我曾经多次向阿恩村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警官姚江上门调查此案 作为受害人 我感觉警官似乎有难言之隐 随后呢浙江的姚江就发了大水 当日姚江警官在我所在的住处 张贴告诉 提醒居民注意防止电信诈骗 派出所告诉 派出所告诉我留有存档 我父亲和犯罪分子有联系 他曾经亲口跟我说 这会儿罪犯凶残至极 后来我父亲在犯罪分子的指导下 携带家庭有关所有证件 卷管侵逃 并企图杀妻灭死 在我父母的财感分割案件中 代理实习律师也向我表明 这是一个性质极其恶劣的邪教组织 第六点 凶手一会儿过去 不断的在男女关系和精神问题上 大造我的谣言 男女关系方面 男女关系方面 街头向尾的议论的人很多 这些议论基本都是假的 都是谎言 在精神卫生方面 我的精神是正常的 为了致指诽谤到医院去做检查 我的精神健康状况也是正常的 但我的父亲在凶手的指指下 不仅伪造了我的身份证 而且在北京大学精神六院 伪造我的兵力档案 一直到2015年 我才发现了这种行为 前后隐蔽进行了至少十多年 所以出现了最后犯罪团伙 指使我父亲当面找我谈 要我做精神病患者 帮助他身后的这个犯罪团伙 掩盖罪行 诈骗钱财 甚至威胁要强行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 制造冤案 这是明目张打的杀人行凶犯罪行为 罪犯已经无法无天 至今我还得有罪犯 通过我父亲强杀给我的 所谓精神病药物 他们的罪证我随时可以公示 由于以上原因 在谎言和骗局破产之后 罪犯多次行凶 甚至直接追到我家里来 凶手不敢公开身份 依靠无线电技术 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见不到凶手的真面目 我根本不认识了罪犯 借机制造我有妄想症的假象 利用远程神经控制武器 伪造我的大脑和心理数据 灾当陷害 可以说他们就是活摘人脑机关贩卖的杀人犯的等我 东城区 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在百度百个词条 妄想症词条上明确的隐含了指数了 这种隐藏自己通过无线电技术 诈骗行凶 灾当陷害 伪造成堂证供 刑讯逼供 惨无人道的迫害受害人的犯罪行为 这是极根恶劣的杀人行凶的犯罪行为 这是活摘人体期间贩卖的反人类犯罪行为 这些罪犯就是毛东施子里所说的人妖 邓小平国际讲话中声明的罪犯 他们是杀人犯 人犯的 现行反革命 罪犯通过远程神经控制武器 伪造大脑和心理数据 其基础数据是来源于受害人大脑所存储的基本个人信息 以及受害人所能浏览的任何外界数据信息 然后通过虚拟现实模拟 数字控 声音控 关键是以隐瞒 罪犯真实身份 以及微波声音和对人脑的操控 不知来自何方面用而 从而引起受害人的反抗和猜测 构造所谓的妄想症 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零和博弈的 人体实验小白鼠的实验现场 人脑器官的贩卖现场 人脑生物计算机的运算现场 那么怎样可以有效证明这是微波脑控迫害呢 这就必须熟悉基本的物理常识 首先要知道微波传送声音信号可以使笼子听到声音 而不需要耳机和人耳这一物理常识 其次 微波是无线电通讯的长影评断 可以传送多媒体信号 并且通过有效的调试解调 是模拟人脑脉冲信号的最理想的无线电评断 再者要熟悉人脑基本生理常识 知道人脑实际上是以DNA为运作基础的生物运算载体 并且要知道人体和人脑具有很强的清晰的本能的自我意识 能够进行绝大多数信号来源的自我识别工作 具有足够的灵敏性 最后人体产生的是生物光波 而微波是无线电电磁波 属于人类人体外来的辐射 人体的生物自我识别系统 犹如空军战斗机的敌我识别系统一样 能够清晰的辨别通过微波传输着人脑的多媒体信号 属于外来信号 非自身产生 因为人是综合运算载体 思维的产生和人脑的运作 牵涉到人体的各个方面 所以外来的微波多媒体信号输入人脑 给人体的感觉 纵使不能立即发现 但随即也能感受到此信号并非来自本身 属于外来信号 这就是绝大多数脑工受害人都能明辨信号 都能明辨外来信号 明显说明迫害症状和场景的根本原因 另外脑工罪犯的言行明显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维模式 唯一般人所不能接受 受害人被强行注入信息 与受害人个人生活毫不相关 这就是这种犯罪可以栽当受害人的唯一逻辑漏洞 同时脑工设备构造的虚拟现实多媒体信号 质量粗糙 正常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假的 就算不能摆脱罪犯的纠缠 也可以知道这并非真实的事件 所以绝大多数受害人都知道这是害人的犯罪行为 知道犯罪利益链条之后 就明白了这是活摘人脑集团犯犯 谋财害命 栽赃陷害的血腥的反人类犯罪行为 我所遭受的迫害可以说是我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了最严重的最惨无人道的害人行为 基于以上的原理分析 任何人都可以清楚的明白 这是诈骗 这是贩卖 这是活摘 这是犯罪 这是谋杀 这是反人类的罪行 我所说的这一切 既可以通过大脑信息提取设备证明 也可以通过测谎证明 我所陈述的事实都是事实 第二大点 女神思路回忆经历 面对中共内的反人类分子的惨无人道 灭绝人性的迫害 也是根据习近平主席的思考回想过去的有关精神 我在自己以往遭受灾当陷害和反人类迫害的情况进行了整理 我想这样说 党和政府也无可厚非 因为这与矛盾失死 江青的法庭证词 以及邓小平军委主席在1986年10月 对冯动一半计算机发明人之一的华人朱传聚的国际声明相一致 邓小平当时说 我们对人民犯了罪 因为我就是被中共的反人分子惨无人道迫害的 活摘了大脑器官 当作生物计算机 当作拉车的马 如同牲口一样被贩卖了的儿童 我想在这个星球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暴行 人类历史上以前未曾有过这样的犯罪行为 但应该客观公正的说 中共内有坏分子 反人类分子也新加 但对我个人来说 中共 它对我始终是处于一种活摘贩卖的犯罪情况 利用我从小把我贩卖到今天 我想人生犹如棋局 依据我自己以往的脚印 可以查去一些事情的真相 所以我根据自己的成长增力 整理了如下一些资料 第一童年 我出生于1972年10月23日的北京顺义 出生地是北京内燃机配战场 旁边是曾经隶属于陈毅元帅的4561机械化部队 我的祖籍是河北宝定清源县北东村 我的父亲叫张荣芳 2009年被人投毒后得了糖尿病 现在去向不明 我的母亲叫崔玉珍 现在正在透析 2008年被人投毒后 做了肾当切除手术 可笑的是 我老家北东村旁边有一条河叫糖河 在解放后修建了大西洋水库 水量丰沛 夏季甚至还发大水的糖河 已经变得干枯了 按照生物系统的基本原理 我父母天生是不可能得这种疾病的 他二老应该非常健康 1952年11月22号 毛泽东主席亲临宝定莲花池视察 1958年11月23号 台湾国民党蒋介石发表文告 放弃武力解决大陆问题的主张 1945年4月25号 联合国国际会议 在美国旧金山召开 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等46个国家代表参加 董威武的出席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出现 1945年6月26号 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 第二十三条规定 就是我是二十三日出生的 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 1971年10月25日 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弃权 3票未投票 通过了联合国2758号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 协议 1974年4月6日 邓小平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第六届特别会议 1974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 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1975年我三岁 在北京内人机拍电场的舞台上 我背诵了毛主席诗词 水到隔头重上井藏山 这种诗词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 久有凌云至重上井藏山 千里来兴故地 旧貌换新年 到处阴歌艳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阳界 显出不虚看 风雷洞 惊奇奋 世人环 38年过去 谭指一挥仙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舞阳桌边 谭笑凯歌环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搬登 1976年4月 1976年我4岁 我就受到了同性恋的性骚扰 1979年我7岁 居家前往北京出市口 我姥姥杨春雨家 在河北长小学上 一年级班主任是蒲老师 小学生都念过这个课文西门报 何伯计神呢 他要害死的同男同女 最后被西门报处决的故事 我在朱氏浦遭到了疫情恋的骚扰 1980年我8岁 居家随父母从金台路 就是那个 潮州区那边金台路 工程队 前往北京市海内区 清华东路的农机学院的 红旗脚车厂 攒住在当时的加油站 1980年我8岁 我在北京市海内区六道口小学上学 此时小学原来的一座寺庙 是将军庙 小时候操场上有一个将军的 清代将军的墓碑 并且还在那里捡过康熙通宝 1984年我12岁 被人投毒换了甲杆 住在北京儿童医院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电视剧 霍原甲 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小人书 拿破仑 同年我在我的屋内 看到了黄色小褒 1986年时我14岁 以小学第二名的成绩 考入了北京市重点中学 101中学 毛随自建担任了学习委员 随后又担任了小组长 班长等职务 多次在学校数学竞赛获奖 北九市三行 同年第一次发现被监视问题 和被脑空问题 1989年我16岁 北京发生六次事件 我在多方面坚持了正确的政治立场 同年10月1日 国庆40周年 作为校学生会副主集 参观了天安门广场 留下了一张照片 恰似六四前的西藏黄色文学小说 轻轻的露出你的舌台 到2014年我才知道 赵紫阳曾经提出过这样的 看法人民军队镇压人民 1989年至1992年 保送101高中 担任校学院会副主席 文章演讲 时光谈文艺会演等分别获奖 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 我身后的下一届就是完全不同的教改 1992年 本应合力保送我送清华北大 但国家突然改变了保送制度 我考选了吉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软件专业 前往长春 1992年我19岁 童年高考前夕 童年高考前夕的军训期间 我在西山军训某部观看了美国脑控人体实验 进行军事斗争的军事题材电影 这就如同今天的美国大片 黑国帝国 命运规划局 露西和超越骇客等是一样的影片 1992年到1996年 我23岁大学毕业 在吉林工业大学度过了四年 期间担任副班长 文章竞赛获奖 但因与同性恋同学于九伟 于啊九伟狐狸精啊 张万波一伙 发生了人际关系纠纷和激烈冲突 被人栽荡陷害 遭受迫害 从1994年到1996年长达两年之久 但我在入学之初 与班级辅导员王爱民的政策是合格的 我注意到当时海南的房地产 发展的正是如火如荼 1996年 返京 分配到电子部食物所 科研中心工作 同言遭受农居业 邻居栽荡陷害为两性关系流氓 凶手还制作了所谓的光帆伪证 并遭到了农居业及其周围地区的 大规模群众和单位同事的迫害 甚至包括了基于无线电通讯基础之上的 出租车司机的集体具载的行为 同时发现军人警察 邻居针对北人的监视现象 以及使用特种设备监视的情况 初步发现了农居院脑控犯罪团伙和通信网络 犯罪团伙由此对我进行长达了三年的人身攻击 虐待和迫害 凶手一会对我下毒手 我恍生精神欠佳 才停止了迫害 流氓凶手甚至直接追到北京大学精神第六医院 耍流氓造谣搞迫害 当时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 凶手一会也开始了长达几十年 造谣重伤或精神有问题 并且窃取我身份证件 伪造精神病例档案 杀人行凶的肮脏勾搭 直到2008年 凶手一会谎言罪行彻底曝光 1996年 当时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毛泽东与阳开会 电影播放美国大片阿甘正传 一个真实的谎言 还有泰坦尼克号 1996年 巴达岭高速公路 现在的精神高速公路修通 第二大年 我的大学 1996年 我离开电子部实务所后 开始有机会自学计算机技术 我原来在电子部实务所都是受排挤 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计算机 同时到了社会上的垃圾公司打工 那年我26岁 我在社会上主要经历了三条主线 一是被当作实验小白鼠活摘人脑器官进行人体实验 二 被推下神圆 逼梁为娼 并伴随多次大规模群众的惨物人脑的迫害 三 与犯罪分子进行周旋 进行了坚决斗争 期间谎言满天飞 庞氏骗局如火如煮 以至于群众不作不说 哥只是一个传说 第一 被当作实验小白鼠活摘人脑器官进行人体实验 实际上早在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时就说过 人才男周恩来补充了一个字得 邓小平在接班时也陈述说 不分楚汉 无论未尽 自己已经是桃花源中人 并且邓小平对国际上第一台计算机发明人 黄川剧的声明说 我们对人民犯了罪 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还债 从这些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我这件事情的真相 就是拐卖二龙 活摘人脑器官 作为生物计算机负卖 之所以提中国人民 因为按照毛泽东邓小平的指示 安排 我移民加拿大比较好 结束这种反人的罪行 对我进行返还财产赔偿 并且严惩凶手 我想对我进行生物实验的计划 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基本可以考证的同等试验 就是二战纳粹德国的T4种族灭绝计划 1952年毛泽东视察保定莲花池 1952年同时开始了恢复宋代 鲁瓷烧制工艺的实验工作 基本上同一时期 钱中书开始专注宋代诗词的研究 并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睡桌子 钱中书睡桌子嘛 两年编著了红篇剧著管制片 湖北作家张阳 70年代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问世 林林总总很多资料 以大量电影制作和与这件事情有关的 一些文艺创作 非常多 所以我应该从一出生 就被当做人体实验小白鼠 我早就知道 自己是一天24小时的被监视中 我的生活和工作就是人体实验 甚至我的亲人们也被当做了人体实验品 我的家族似乎都已经成为了 中国731的马路他 这就是为什么 80年代初 主要报纸公开宣传张志欣烈士 和日本731部队暴行的原因 也是最早国内二战纪录片 人民毕业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计时 亚洲太平洋战场计时 为何以此为标题的原因 其政治含义就在人民二字 其内容牵涉了联合国宪章 人权牵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等 我住在北京市长阳区德胜门外 北沙滩中国农业机械研究院 这里曾住有杨枣寒春两位美国专家 其中一位是曼哈顿原子弹工程的 核武力学家 我的住处向西就是志勋村 名称是为了纪念张志欣烈士 同时也是航空航天部502所的宿舍 502所就是研制卫星的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 再向西是八大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向北是海军船舶研究院 基督教学院 还有慈禧太后姨贵妃封号相同的小区 宜禀阁 向东是心理研究所 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物理研究所2005年 被确立为国家认知神经科学重点研究实验室 就研究人脑的 还有青藏高原研究所 地球物理摇梗卫星研究所 东植物博物馆 北京市天文台 向南市基因研究所 国防科工委后勤部 解放军514医院 现在的解放军306医院 这个医院研究脊柱 儿童心理学校糖尿病的 还有华北计算所 从事军队软件民用软件工程的研发 所以我的工作经历不需要多说 基本上就是农业学大寨斗地主 做人体实验 所以迫害谩骂侮辱虐待 那是经常的事情 而且没有稳定工作 没有稳定收入 没有无险益金 基本上没有生活保障 我从小学被传染假钢住院 到十几岁在514医院 有不明身份的军人 企图给我注射药物 先后遭受了至少十次以上的 投毒行凶 包括精神毒品 药物 传染病病毒 完后目睹了太多的尸体和子娃 脑控罪犯以及社会流氓 对我进行迫害 死亡威胁 公开行凶 甚至暗算 不知这是否可以成为暗杀 诸如此类的记忆 在我的脑海中 已经不下二十多次 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也是非常之多 说什么的都有 但毕竟是庞氏骗局 活摘人脑器官贩卖的罪行 其他的都是谎言 其实人民群众是知道真相的 公开的群众性迫害 对我来说至少已经 多达十次以下 迫害经常持续数周或数月 直到最后迫害已经持续到今天 将近十年 至今没有停止 甚至有过几十辆警车 堵截开压的现象 当街大面积出现 出自车巨载的现象 当时我就对我同学说 看到了吗 你害我就可以挣钱 我很惊讶 党和政府居然没有 对迫害我的全部罪犯 执行死刑 这违背了毛泽东 江青邓小平的指示 惊认 任由其无法无天 丧典天良 惨无人道 光天化日之下的 进行反人恋的虐待 投毒 行凶 谋杀 活摘器官贩卖 掩盖谎言和罪恶 画皮美容 遮瞒真情 我深表震惊 我真的很怀疑 中国是否回到了野蛮时代 难怪2012年 整个河北省群众 都要大放冰炮 保护自己的孩子 所有这些 只能用美国人的评语来评价 闻所未闻 2014年 澳大利亚参议员 已经公开向全世界 呼吁中国政府 立即停止 公开刑击犯罪 活摘人家 其高贩卖 立即停止 谎言和七十道明 但在破坏中 我也遇到了不少好人 帮助我的人 我很感谢他们 这里面有领导 有群众 有同事 有老板 有警察 也有红二代 绝大多数人 都是知道真相 敢怒而不敢言 所以我在最后的人体实验中 对凶手一伙说 我和你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照圣经上说的办 照张办事 中战班的主任张小明 在香港说 这个国家 允许你还活着 就是最大的包容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项新闻 说好莱坞利用小孩拍电影 为了逼着的向我枪杀儿童 我想这种事情 说的不可能是美国人 因为美国人一贯 以假装说自己的手法 表达自己不愿明言的事情 我想那个孩子就是我 凶手就是中共的反人类分子 这不就是宋慈的 辱词制造工艺的写真版吗 我家族的亲人 粗略统计 至少有23人 依据辱词制造工艺 被人犯的监视 迫害 折磨 虐待 投毒 致残致死 我的家族在惨不人道的迫害之下 家道中落 卖地的卖地 下岗的下岗 离婚的离婚 辍学的辍学 致残的致残 病死的病死 成为孤儿寡母的孩子 好几个 这是多么的荒唐 多么的可悲 多么的可笑 我与你们一样是中国人 第二点 被推下深渊 逼量为伤 并伴随多次大规模群众参与的 采物人道的迫害 我没有什么复杂的感情经历 我所经历的女人 都是被刻意安排控制的 基本上就是一些妓女和流氓 我的性欲被远程神经控制 武器控制 身体内分泌反应不正常 我早就发现了 而且还被投放了性病病毒 自小不仅受到了性骚扰 而这凶手一伙还妄图把我变成流氓 变成同性恋 在与女人的交往过程中 我不仅很早就发现了不正常的凶杀案 而且这几十年来 据我所知 有两个女孩被强奸 两个处女妓女被开包 一个北京密云高中女学生被轮奸 多名女性被 多名女性被背后的犯罪分子玩弄 右肩堕胎 甚至还有可能被强奸 另外我还拒绝了一个群交淫乱组织的诱惑 看看联合国2758号决议 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集权 3票未投票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还不能够成结婚成家 这就是中国反人的罪犯 对我父母亲人头痛心胸 对我头痛心胸 拼命在我婚姻问题上大作文章 迫害我谋杀害命的人像 2758 这这个数字就说明了一切作案动机 第三点 我与罪犯进行周全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期间谎言满天飞 庞氏骗局如火如荼 以致群众不得不说 各只是一个传说 对此我有只有一句话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走无愧我心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邪不胜正 光明一定战战和雅 正义最终一定战胜其恶 谎言永远是谎言 谎言永远不可能成为真理 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假作真实 真一假 无为有处 有欢呼 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作曲家 就是我北京101中学的校友王丽平 一句话 我早已经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犯罪分子两面派的走法 掩盖罪恶 欺识盗明的把戏 我早已经见怪不惯了 第三点 在人间 我上小学 最初是在 崇文区朱氏口 何博长小学 第一任老师是蒲老师 那个蒲啊 叫代博 老师带我很好 我很感谢他 因为当时我们一家人四口 正无家可归 曾经短暂的 短暂的 在前门大神浪流落街头 居无定所 何博呢 就是以继神的名义 残害 又童又女 谋裁害命 最后被西门报呢 铲除了 很长时间以来 一直有人在我这里挑大神 脑弓迫害 本身就是装神弄过的妖术 祸国殃民 对此等巫术之人呢 历朝历寨都是杀不赦 因为巫术害人 谣言乱国的事情 自无屡间不前 每当妖术 巫术猖狂 就会有不少人受害 就会使国家遭受巨大的损失 我很奇怪啊 为什么在网络上 总有人说我是法轮功人员 本人并没有参与法轮功 我也不想对法轮功 做出什么样的评价 但后来我清醒的意识到 中共内的反人类分子 对我和我家族的迫害 政治和镇养法轮功的方法 一模一样 就是经济上断绝 民运上搞臭 肉体将消灭 我们的人体器官被活摘贩卖 更可笑的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趟供企车 叫425 4月25日 4月25日 正是当年法轮功上网的日子 另外1945年4月25日 联合国国际会议组织 在美国救济身召开 美国中国英国苏联 法国上46个国家参加 董兵舞 这出席正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首先在国际板上 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出现 我的家人和其他一些亲属都是相信正教的 如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道教 总之我们是相较正统的宗教 我们相信他们是对人类最好的教育 是科学 这也是符合国家政策 我本人有自己的宗教观点 这是我的基本人权 信仰自由 至于推背筒 马前歌 烧饼歌 梅花艺术等预言 我认为那些预言 就如同周易一样 阐述的是 不过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语 调查了通罗马 据说推背筒本身 就已经被人故意打乱了次举 所以预言就如同一道逻辑推理题 没有什么可神秘的 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描述 规律推导而已 所以利用迷信手段栽赃陷害我 迷害我是无效的 我相信正统的宗教 我的宗教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 我坚信自己的信仰 我相信这与中共毫不相关 我是绝对不会做某些人 跳大神的工具的 这里面的道理 就如美国大篇黑格帝国三部曲一样 那里面阐述的 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他们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在互联网上 说我是法轮功的人员 我很清楚 他们不过是找茬 找借口 掩盖真相 掩盖他们活摘人体 情况贩卖的罪恶 以镇压邪教为借口 迫害我和我的家人 为了达到掩人耳目 掩耳盗铃 行凶犯队 谋杀害命 这些人何其歹毒 甚至不惜装神弄鬼 跳大神玩邪教 我呢 主要给大家讲一些这些事情 那么 我呢就实际上 我最后要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要依据政策来解决问题 我作为中共 中共内反人分子 活摘人脑情况贩卖的人体实验员 在顶层最后人体实验中 证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人民 所以如果把国家比作大食堂 比作银行的话 13亿人我排第一个 如果13亿人人人有股份的话 我也是排第一个 毛泽东时代取消了宪法和国家议会 从1976年起至今 虽然法律在不断的制令 不断的完善 但宪法基本沿袭了1982年宪法 麻道海战那一年发生的宪法 所以国家现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 宪法权威的确立对国家至关重要 作为人民绝对的人民 同时作为被活摘贩卖 遭受了厂当40多年惨不人家迫害的人民 我有权要求国家公布历史真相 公布我的财产真相 返还赔偿我的财产 我要美元 我要移民加拿大 这是有核算依据的 我的事情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方针而起 历经五代领导人 国家经济基础基本上已经彻底改变 对吧 我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公布我的财产真相 返还赔偿我的财产 我的应该是原职投资保值增值赔偿 我们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我们可以我们要求移民 我们要求按照毛泽东主席所说的 坚决移民加拿大与中国共产党断绝一切关系 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停止 他的一切的反人肮脏罪行 这是史无前例的罪恶 是人类的耻辱 是不可接受的反人类罪恶